喔嗨唷 歡迎收看靠新聞 我是品鈞 今天要帶你來看的新聞是 資金湧路集團作帳開跑 大家連假去哪裡玩了呢? 收心了嗎? 先提醒大家 5倍券已經開始登記了 大家可以上網查查數位綁定的話 優惠有哪一些 把最優惠的 對你最有利的趕快綁起來 那再回到股市方面 台股近期在高漲震盪 時間也邁入到第三季的季底跟第四季祭出了 以往的集團作帳股 啟動的行情大概都在10月中旬 不過法仁目前的資金 也已經開始往非電的集團股開始佈局囉 上週在籌碼益柱下 有一些集團股就表現的相對強勢 像是統一 育龍 台數 潤泰 滑星 那育龍則是因為有切入電動車 而且還跟鴻海集團有所合作 所以吸引短多點火 那在統一集團部分 統一超雖然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營運衰退 不過股價皆還是有所表現喔 專家也表示啦 作戰股的佈局方向上 除了可以參考歷史的表現以外 因為現在進入到第四季之後 也可以參考產業的變化跟金融環境 像是標題如果具備消費旺季 經濟內需 還有高值利率等能進度題材的話 都會吸引資金進駐喔 將會是很好的佈局方向 大家可以多加留意 將以上資訊提供給大家 大家還想知道什麼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柯斯英文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